字幕志愿者 李小明undo 听名字 纯昕指数 现在中午收报25,495点 升88多点 其实是下延以上 因为旗节 我们常常的话 durchaus看到下午会不会2点较 zum 如果下午就好些 有機會 未來這幾天 看看會不會做得好些 我們經常說在26,000這個位置 如果不能升穿 那條線是這麼粗的 然後去到低一點的這些位置 可能是25,000 其實只有幾百點稅 其實經過上個星期跌下來 又站得穩地去計算的話 其實如果這麼窄幅 如果有資金能動 再炒上一些平價的指數成份股 其實可以有機會推升穿26,000 其實是做得好一點的 我想問有什麼原因令你覺得 市場會夾回上去 幾件事 第一 剛剛說 就是鮑威爾說完之後 釋放出的消息不會連帶著 美股繼續做好 此事第一 第二就是 期指結算之後 很多時候重新部署起基金 或者大航廠 每個月起月頭會重新注資進去 確實很多股票 板塊 科技類 是在過去最後一個星期 就是剛剛上星期 是有很多資金流入的 包括我最不看好的 可能是一些 中概股 科技股 都真的有多少錢在買 不排除會不會 可能沒有事件的情況下 就會爆升 或者會炒上10% 連帶著港股 恆指會不會升回 可能是去到26,000以上 都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我今早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又不太看得淡呢 就是我以為今早有機會 會有大跌4、5、8點 就是大家在星期六日 應該有收到那個資訊 其實又有監管出現的 郭之雲那個 是的 我覺得其實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看這個演繹 其實我覺得是延續盛起 中央或者國家去打壓這個 反壟斷 又或者是繼續打壓科技股的出台政策 而且我覺得不是簡單的 你想想一下 它是要抽起所有阿里雲 騰訊雲 華為雲 所有和雲有關的國資委 已經說可能是2022年9月30日 就是要全部收歸國有 那個演繹其實不是應該很嚴重的 我會覺得 膽快 譬如我之前上星期 是否正在上星期說 信譽光學是我的首選 是的 那次說出業績的數號 是的 因為我保持這些位置 我們那時二百零幾 二百零幾 我覺得真的在五十天線 站得穩 不介意 值得撈一兩住 然後在升的時候 再加大它 我覺得以膽來講 是會是首選 再加上我不是太膽買新經濟 但其他可能版法 我會覺得是可以大家 再做一些短倉部署 就是一大部分的新能源 都是這樣爆上去 即是柯田 我覺得信譽 我看到我十五元 說十六元 十六元 十七元 我都叫大家買的了 即是說了兩個星期 不止一個星期 即是信譽是真的被阿易捧 是的 即是它現在的口價十八個六號六 應該不出兩 不要說兩個立法 應該二十元很快會見到 是 八六八都是掩藍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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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又要 千萬不要覺得沒有東西 其實今天有很多辦法 都可以炒上去 是 不是指數成份股 是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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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